那么在今天下午来进行解剖 目前传出来的最新消息是呢 取出了死者的子弹 是土制子弹 原来呢很有可能是出自于改造枪支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陈乃杰 好 这个是黄国斌遭榴弹击中身亡呢 捡起双方哦 今天是来解剖这个黄国斌的遗体 而黄国斌怀着两个月生育的太太呢 也来到现场 刚才他情绪一度崩溃 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破甩了 我老公又爸爸妈妈要一样 有小孩子要一样 有老婆要一样 我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办 我这份微波的蓄碎 我不知道该怎么要我小孩 是不是那么恨心 该怎么让我老公 我现在家庭都破甩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希望社会有人出来帮我主持公道 我的婆婆公公年龄七十 我老公从家就很孝顺他爸妈 他每个月除了要酒放胎还要照顾他爸妈 给他们生活费 我不知道我以后能不能撑着 好的 检警今天来折剥遗体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取出卡在死者身体里面的弹头 而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 刚才这个检警已经取出了弹头 而且发现了这应该是土制的子弹 所以研判凶手用的枪子应该就是改造手枪 以上就是现场这些情形 把镜头还给彭内 好 现在带我们来看到检方研判应该是土制的改造枪之所造成的这一起意外的死亡事故 提供给您的最新的